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瘋女人 我是王晶 你是誰啊 我是電影明星啊 你是好女人 但我不是 你是全世界最好不贏了 8月18已經上映的電影 《痴情男子漢的女主角》 那今天就透過瘋女人這個機會 來宣傳一下電影 是嗎 是的 沒錯 那你知道來瘋女人 就不能正常宣傳電影 就不像你去上那些通告這麼簡單 我們今天就是有個任務 就是我們有一個電影大猜謎 就我們來考一些電影嘗試題 那如果你說的話呢 就要帶這個東西 這是什麼可以示範一下嗎 你可以示範一下 示範 你可以講一段話嗎 太好了啊 你往前 你往前 你 給我一下 你這樣很沒笑 你說爸爸 我們明天去北投 爸爸 你去北投 好像你如果等一下喝的話 你這樣帶一帶的東西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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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上次吧 這一段 當然 他就想一盒 哈哈哈 好的 那我們現在就正式的舉辦 瘋女人第一屆電影猜疑大賽 你知道你有任何東西有第二屆的嗎 沒有 哈哈哈 開始了 第一題 請唱出任何一個Disney的主題曲 Let it go Let it go 上一題 請講出任何一位金馬腳男主角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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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他三 請問 好 最近一部爆紅50萬成本的台北物 台北物 導演是 請問 痴情男談的上映日期是 掰打 請問 阿凡達中 他們是用哪一個氣彎在做性交 頭髮 獅子喔 欸我沒有看耶 我不知道耶 這是性器官喔 尾巴 尾巴 哈哈哈 請問刺客念影男的主角是 女主角是誰演的 郭思琳 真的啊 這兩根的眼光 你真的加油 你真的加油 請問 李奧納多是哪一部電影獲得 第88屆奧斯卡男主角 會被獵人 請問下戀哪一個不是Marvel的英雄人物 蜘蛛人 高鐵人 身體女超人 飛超人 完了 我好緊張喔 請問 連一騎的大女兒叫什麼名字 蔚藍 哈哈 蔚藍 連蔚藍的名字 真的最後一題了齁 完了 請問電影十十五漢中 彭曼莉說完 我就是不要臉 我就是變得下一句台詞 是 這樣可以了嗎 蛤 這樣可以了嗎 真的耶 他犯了耶 這是你的台詞 真的嗎 你剛剛一度以為是走耶 不是 是這樣可以了嗎 然後下一句才你走 你是不是你看過幾天 都給我看過十幾天 大家好 我是洪晋 大家好 今天的來運是王晋 快快做個做盆當中 人們有遇到什麼好笑人氣的視頻啊 有一天上架的時候 我吃海淹丸就 上架了 上架 上架 很痛 上架的時候 我吃海淹丸 欸欸 海膽刺到 海膽刺到 很痛 可是隔天還是得要穿高跟鞋 很痛 然後王晋呢 在這部戲裡面呢 就是有別於以往演出 因為他裡面就是演一個千金大小姐 然後非常波拉 小人巴掌 然後翻白眼的扭脖子 對 但你實際上不是這種人 你覺得我是嗎 是啊 我覺得大家都這麼說 但你自己覺得 你說洪曼莉這個小色 像不像 我覺得應該是說 曼莉她那種波拉那一面 是我外賢 外賢性格 對外賢性格 因為連抖音她很愛我那種 那種扭脖子 就突然呢 就 那種很突然那種 海板的那種感覺 對 因為你就是一個 比較目中無人的千金大小姐 所以就會這樣 對不對 一定要這樣子 好啦 那因為她在那個電影裡面 是長頭髮的造型 對 因為新的戲 完全可以反過來 對沒錯 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下一部作品 今天呢就非常開心 王晋妮來上我們的瘋女人 那 電影呢已經在8月18號已經上了 欸你多問一下 因為我都有在看女瘋女人節目 然後我就記得每次跟那個布丁在開場的時候 你都會突然這樣甩頭說 大家好我是瘋女人 沒有啊 有啦 你都會這樣甩 你好我是瘋女人Apple 然後我就想說 有沒有可能也可以做到這個東西 因為我很想王晋妮 不是因為我們通常有業配的時候 我們就是為了要歡迎廠商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瘋女人聊天室 我是王晋 這樣可以嗎 可以我會滿意 如果大家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留言分享 然後去王晋的粉絲團按讚 這樣就可以了 不要忘了瘋女人的頻道 不要瘋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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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oted喔